隊員抵達賣場地下一樓 發現躺在地上的富人四周圍 都是散落的玻璃碎塊 富人手腳跟臉部都是鮮血 服務人員幫忙拿衛生紙蓋住 但是她因為行動不方便 救護隊員就先將她扛上單架 她在下坡的時候 因為煞車不住 那導致這個撞擊 搭乘電動四輪車的陽性富人 到連鎖賣場買東西 打算從一樓開上電動手扶梯 到地下一樓 沒想到下坡徐速度過快 電動車的煞車煞不住 居然直接撞上玄關的落地玻璃 因為這個該名富人 他是乘坐一般的四輪電動車 那輪子是橡膠做的 所以說他是沒有卡住的功能 一般賣場的推車 輪子可以固定在手扶梯上 但是富人的電動車 沒有止滑摩擦的阻力 煞不住也停不了 還好只有受到輕傷 但四輪電動車 其實只適合使用升降電梯 不能用手扶梯 這下撞破玻璃門的費用 恐怕也是富人得負責的 記得侯國威廉智慧 嘉義報導